今天是端午節 本港各區都有龍舟的勁度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觀看 由鄧俊輝帶我們看看 在鼓聲帶領之下 建宜挖住龍船向終點進發 雖然烈日當兇 但建宜的鬥志都不減 說龍船除了是力的表現 也講求技巧和團隊精神 比賽就完畢了 但又要開始另一場水上大戰 在大埔的比賽一樣這麼精彩 有不少市民來捧場 無論是男子組還是女子組 一樣都全力全都中了 結果是怎樣已經不緊要 輸了就明年再來 在赤柱的比賽就吸引過百隊隊 不參加 就連外國人都來湊下熱鬧 不少人更加裝鬼裝馬 開心一番 香港仔的賽事一樣吸引到大批市民 冒著酷熱的天氣觀看 一邊看就一邊打氣 有市民就去海灘游下龍舟水 身體會強壯一點 沒那麼容易生病 為什麼 因為龍舟水好 希望高一點 健康一點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雖然天氣這麼熱 陽光又猛 但只要做足防曬裝備 實行在端午節好好享受陽光 雅州電視機只要一旦進去 端午節爬龍舟不單止是年輕人的運動 老人家都喜歡參與 一百六十幾個獎者參加了奇英龍舟大賽 在沙田城門河一較高下 如安琦去看國 爬龍舟當然要做足熱傷運動 輸戰一下關節 比賽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容易弄傷了 這群建儀平均有六十幾歲 當中年紀最大的是九十二歲的可白 不下熱的 要爬就行了 加油 加油 一二 加油 大家給點掌聲好不好 是 感謝大家表面 不需要用的 這八隊參賽的建儀 個個都出盡全力 他們一掌接一掌 由鼓手帶領向終點進發 雖然速度不是那麼快 但是勝在夠團結 贏到沿岸觀眾的掌聲和支持 完成賽事了 所有參賽者都一樣興奮 贏得冠軍的一隊 用了四分鐘完成四百米賽事 不是多夠皮 只有七成左右 我朝朝跑步 今年是第二年舉辦這個奇英龍舟比賽 參賽的一百十幾位老人家都說 勝負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得參與 甲州電視記者月安琪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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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